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你在相生的系统还是相生的系统 都不可能证明汉跟饶同的 多了一代 多了一代五行循环嘛 没办法证明他同的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要减省掉其中的一代 那么刘欣从先贤里面想出了 想到了一个办法 当初张昌推武德学说的说 不是也把这个认为情不合运虚 把它提出去了吗 对吧 而且按照三统论的说法 三统论的说法 本来董宗盛规定下是黑统 然后阴是白统 周是赤统 周统完了 就应该轮到下 行下统对吧 那秦朝就应该想行下统 可是汉武帝他一出改革 我刚才说他用的力是下力 对吧 这等于也在三统理论里面 也把秦朝提出去了 所以古人有很多这种先例 而且还有过一次 就是说那个武帝圆鼎圆年的时候 在一个分阴 分水的 所谓阴 分水的南边 分水南边 山之南水之北为阳 山之北水之南就为阴 在分水的南边 发现了一个宝顶 然后汉武帝还因为这个宝顶的出现 把年号改为圆顶圆年了 那个宝顶就是个青铜器 很大的青铜器 当时挖出这个 这个顶器的时候 这个宝顶的时候 有人说这个是周顶 周朝的顶 有个人说它是汉顶 为什么要说周顶 因为古代这个顶之指 是这个国家权力的象征 是吧 今天我们有个词叫顶格 顶格的意思就是政权转移 什么贾身顶格 以前我们说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李志成推翻 推翻明朝统治 称为贾身顶格 那所以这个顶子 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可是那时候 有人说它是周顶 有人说它是汉顶 但是并没有人说它是秦顶 这不是人家也是无事情的存在吗 所以既然前面有过这么多的先例 是把秦忽略不计的 那么他这个流星 怎么就不能这么做呢 因此他就把秦呢 列为一个论统 而且大家注意 他把秦也称为是霸 古代那个帝王 根据他的德 根据他的那个 那个道德人格 跟历史功德贡献的不同 古人把那个帝王分 分层次的 最高的是黄 三黄的黄 低一点的是帝 五帝的帝 再低是王 王三横王 再低是霸 霸王的霸 就是这个脖子 皇帝王大 被认为是历史不断退化的过程 我们中国的 中国民族的这个思维传统 这个思想传统 实际上是个历史退化了 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这种想法 总是觉得我们的前辈比我们聪明 我们的祖先比我们厉害 对吧 今天这种观念也是一样的 历史不断的退化 一代不如一代就九斤老太太说的 对吧 前面是九斤 这后面又生到两三斤了 那么 秦既然是霸 他连王都不是 那他当然也没有资格列入这个王道系统里面去了 因此呢 他就 刘欣就有充分的理由 把他定为一个论统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是 秦自己说自己是水 对吧 那刘欣说 你是水 我就让你做水吧 可是水在这里是不合运气的 这个地方不应该有个水 那你自己做了 那不活该吗 所以就把它作为认同 前面这个地质 这个贡公 顾吉刚先生说得很清楚 说他是拿来做陪衬的 而且全部是在木跟火之间产生 都在这个位置 说他那个刘欣放到这里来的意思是想暗示 就是说在木跟火之间 必然有个不合运气的出现 这个秦不是例外 他为了让人家幸福 他做了一个手脚 这是他这个 他这个版本跟刘向反的一个最明显的不同 这是第一 这安置了认同 第二 在刘向反的地质谱中呢 季皇帝儿 之前下载是专区 我刚才说了 什么土生金嘛 专区是白色的吧 专区地 可是在刘欣反的地质谱中呢 在这个皇帝 宣元寺跟专区高阳寺之间 多了一个少号军天寺 大家看 看到没有 多了这一个 为什么要多这一个 大家想明白吗 如果不加多这一个 从福西木得算起来 算到饶就必然 像流向那个那样 是木 是前面这个木 所以安插进一个 是为了 做出 饶是火 不然的话 这个是木后面 只能吃木 这个就跟当时流行的汉为 获得这种观念就有冲突 因此他加多了 这一个 加多了 稍后进去 一插进去 本来 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古代 所谓的三皇五帝 有很多个版本 你比如说三皇里面 福西 随人 神龙 女娃 公公 朱镕 都在三皇里面 所以我们关于三皇 古代的三皇有 有五六个版本 是哪三个 哪三个 不管这几个人中 总之是三个 五帝也有多个版本 皇帝有时候被认为是 皇帝有时候被认为是三皇 但是有时候又被认为是五帝 他主要认为是五帝 到后面 就是在史记里面 是被认为是五帝的 那不管有多少个版本 三皇就是三皇 五帝就是五个帝 不能出现六个的 这里面出现了六个帝 不算帝制 从皇帝开始 按照汉代的武经说 多了一个 是吧 这件事 汉代的人就已经发现了 发现不对的了 当时 但是呢 他们没没办法找到 这个解释的 这个说古人 他就解释 他说 得和五帝 作心者称帝 他说 十六人而称五者 以及居和五帝 作心也 这是郑贤 在一个 一个称美书的 柱里面说的话 他说 有六个人 六个人之所称五帝 是因为这六个人 都符合那个 那个标求 其实是因为 他们没看出 这五的奥妙 就没办法 又想解释 又解释不了 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晰 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呢 通过做了这两个重要的手脚 刘欣就实现了一个目的 实现了什么目的呢 因为这个 他的这个论证的完成 汉带着两个命题 一个是汉家饶后 一个是汉违火得 这两个理论就合并成了一个 就称为饶后火得 就像一个铜钱的两面一样 一说到饶后 必然就是火得 一说到火得就是饶后 他已经不能分开了 所以这个贡献是刘欣 刘欣做出来的 但是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 刘欣做出这个东西的目的 不是想维护西汉的同志 是想为下一步 王莽的新潮 以善让的形式 串汉做铺垫 因为在他的地德谱里面 还做出了后面 这么一个组合 就是从皇帝传到顺 是土 再传到后面空的这个朝廷 这里我们可以帮他填上去 这个是个心子 这个是个王子 对吧 这样的话就能够证明王莽 接受汉的刘让 你看这与刘让的形式 不是推翻 刘让是相生关系的 因为刘让里面包含了少许 包含了继承 包含了肯定 对吧 他目的是这样 这样呢 最后王莽就利用刘欣这套理论 就演出了一个 土火相成的政治闹剧 就完全根据他这个剧本 去演出来的 这个政治目的 落点不是在 跟他爸爸不同 他爸爸是想证明 西汉的统治符合天道 而他不是 他是想证明王莽 接受西汉的王位 这个合理符合天道 他目的是这样 除了这个版本的地德谱之外 在汉代还出现过 另外一个版本的地德谱 这个叫秤为版的地德谱 佛教里面有个说法 我们听说过 这个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听说过吗 我们中国禅宗 就是根据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这套理论 做出来的 就说 他们佛教说 释迦牟尼啊 除了他平时讲 讲经的一套理论底细以外 他还有另外一套 他没写成文字 这是用嘴来传下来的 那在我们儒教 儒家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 那个 这个在史记天官书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他孔子在讨论六经的时候 他说 凡是那些奇怪怪的那些事啊 讲着讲 他都不写下来 以前有句话 子不语 怪力乱神 关于天道 天命那些话 他也不传 传了也不讲讲 要讲了那个人 因为不是 应该讲的人 说讲了也 也没有张扬出去 那汉代的人呢 就 汉如就认为 在六经之外 孔子还有另外一套 虽延而不住的一套神秘学问 这套神秘学问 就是称为 孔门秘学 称为 称为是跟经的是对应的 如果今天说的通俗一点 伟就是对经的一个神秘化的解释 神秘化的解释 称是一种称言 何证称为 称为之学是西汉流行的一种思潮 非常复杂 我在这里不细讲 这套东西 大家就知道有这么一套孔门秘学存在就是了 那么在称为里面 称为是大概是一些方式化的如生稿的东西 这个很奇怪 称为之学很流行 但是我们今天在古籍里面找不到一个称为教 没有的 古文经学家我们能找到 金文经学家能找到 就是找不到称为教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称为被认为是孔子秘传的东西 所以他说的每句话 他都写成是孔子说的 那既然是孔子说 他们就不想出现 伪造那些人的名字 一出现的话 你说这是大成至圣先师说的 那时候没有叫大成至圣先师 就是说是先生说的 那人家就不信了 所以是没有的 但是称为那个理论是很热闹的 在称为文献里面呢 他们就有很多记载 近年来有那个日本的中村帐巴和那个安居香山 两位著名的学者 他们把我们古代的称为书都集一 因为称为书今天一本 除了那个一本以外 就是那个前朝度还在以外 其他没有一本是带的 都是这碎片 但是日本的著名学者 安居香山跟中村帐巴 从我们古代那些文献里面 那种引用啊 这本书里面演了一句 那里演了两句 他就把它一段段的集下来 集成六大本的尾书集成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当时称为的表达 那个他们在称为家 在前面我列出那个五地系统的基础上 他们造了一个新的理论 他们造出这样一个叫五 五星地系统 大家看很古古怪怪的 东边的昌帝 而且都有个名的 这个叫林威阳 一个叫寒书牛 一个叫赤标怒 一个叫白昭剧 一个叫邪光记 这个称为那些词语都是 连篇名都是很古怪的 都总是我们没见过的 他就造 造出了五个地 但是他都跟那个 跟五星那个是对应的 跟我们说那五五行那个系统是对应的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空间色彩那个五行图是对应的 这问题就在 他这里说的这些五地 是天地还是人地呢 你们看这文字 他说的是天上的事 还是说的是人呢 他自己说的很含糊的 那在这段话里面 这个这本也是尾书 是讲春秋的 有人在中间加一点建格号 这是不对的 加了建格号就等于文药沟 是春秋中的一篇 而春秋并没有这一篇 所以是不能加那一点的 在这本尾书里面 从这里来看 好像他写的是天地 是吧 续心存嘛 癸日月嘛 不是讲天上的事吗 定岁时嘛 其政都是讲天上的吗 但是从这段话 同样是尾书 也出去 春秋文药沟里面 好像又说的是人 欲世嘛 那不是人是什么 在尾书里面 这个天地跟人地之间的含混 反映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反映了他们 陈伟家们对这个星象的讨论 表面上是天文的 实际上是人是的 就我的话的意思是 落点是在人去上 那么在天跟人之间 他怎么转换 两个是差那么远 他怎么转换 他陈伟家们有一套理论 这套理论 顾吉刚先生说 他们是打通了的 他说如果降载到地 就是说人 升上去天 就是说神 这个理论 这个跟我的看法相同 他是打通的 那天跟人怎么打通 是这样打通的 他用了一套 神经与天地通 就是说那个地上的帝王 那个天子是有至尊 他是有神经的 那神经跟天地是通的 因为为什么他们是天 天的孩子嘛 天子 我们后面叫帝王 也叫天子 然后这里也是神经与天地通 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咱们干脆就把天子 称为五帝经 五帝 那个经器 皆他一成事 就产生了帝王 所以后面既然是 干脆就把它叫做五帝经 就算了 把天子叫五帝经 就算了 这里面在称为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个你比如说春秋赶金服 都把饶顺 雨汤文武 都按五行相认 说他们是五行之经 这非常多在称为里面 这里我不一一列举了 然后 既然天子 他的神经跟天地相通 他们都是五帝经 那么他们就 当然不能够把他们认为是肉身凡胎了 对吧 跟我们肯定是不同的 对不对 人家是五帝经 我们是一般的 这个 这个 凡夫 那 那 如果是这样 他又怎么降临人间 他不是 不是肉身凡胎 他又怎么降临人间 人间的呢 然后称为 就泡制了一个感生说 所谓感生说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无性生质 无性生质 他就是说 按照感生说 那些重要的人物 非凡的人物 诞生到这个世界来 他们 不是由于他们双亲的结合 而是因为他妈妈 终于某一天 跟天上的某一件神物 地上的某一件神物 发生了交感 这样就诞生了这个非凡的人物 这种感生说 感生神话 不但我们中华有 在外国也有的 感生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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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